19世纪50年代的法国巴黎 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连环凶杀案 凶手在6个月内在同一街区 陆续刺死了4名女性 这些受害人彼此之间素不相识 年龄、职业也各不相同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 他们的头发都是深色 比较奇怪的是 凶手在行凶时 既没有对受害人实施实质性的侵犯 也没有抢走财物 只是用刀划开了他们的衣服 然后朝着要害部位连刺两刀 因而警方无从判断凶手的作案动机 此外 凶手似乎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 每次都选择在夜深人静的偏僻暗像内行凶 所以 警方始终没能找到提供线索的目击证人 由于案件迟迟未能告破 一时之间 整个巴黎闹得人心惶惶 女性们甚至都不敢在夜晚出门 这天晚上 一名独自照顾孩子的年轻妈妈 因为孩子生病 不得不深夜出门买药 结果在回家路上 被人刺死在一处小巷里 凶手的作案手法跟前四起案件非常相似 应该系同一人所为 从伤口的形状和深度来看 凶器并不是寻常的匕首或水果刀 而是一种刀刃细窄的小型刀具 但仅凭这点线索 根本无法排查凶手 第五起案件发生后 舆论一片哗然 媒体和民众 纷纷对警方的办案能力提出严重质疑 为了安抚民心 法国内政部长勒令警方尽快破案 这让法国警局督察长梅格雷感到了空前的压力 但梅警长除了增派警力 加强夜间巡逻外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与此同时 凶手好像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没有再继续作案 就在警方焦头烂额之际 梅警长的妻子为了给丈夫缓解压力 拉着她一起参加了一场朋友举办的晚宴 其间 兵主们不自觉地聊起了 最近发生的连环凶杀案 这时 一名犯罪心理博士分析称 像这种没有明确作案动机的凶杀案件 很可能是凶手在尊严受损后 想要用残害弱者来弥补内心的落差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 那么此案的凶手 应该是一名常年受到女性控制 或打压的性格懦弱的男性 死人内心充满着对女性的憎恨和厌恶 因而才通过杀戮来宣泄心中的愤懑和压力 对方将死者的衣服划开 却没有对他们实施侵犯 或许仅仅是为了羞辱这些死者 像这种类型的凶手 往往会将犯罪当成享受和荣耀 所以才会重复性犯案 心理学博士的这番高论 猛然点醒了梅警长 既然凶手将犯罪当成了享受和荣耀 那么如果有人抢走这份荣耀 真凶会不会再次现身作案呢 梅警长因此想到了一个又不计划 第二天一大早 警方就光明正大的 将一名帽子遮面的可疑男子带回警局 蹲守在警局门口的媒体记者们见状 纷纷猜测此人应该是连环命案的凶手 为了一探虚实 记者们买通了一名前往警局送餐的外卖员 并从其口中得知 可疑男子果然跟连环命案有关 当天下午 连环杀人犯疑似落网的新闻 就登上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可疑男子当然不可能是真凶 这只是梅警长设计的一个陷阱 他希望真凶在得知自己被人抢了风头后 能够再次有所行动 警方将趁此机会将其抓获 报纸登出后 梅警长调集200多名便衣男警 散落在案发的街区蹲点 与此同时 12名留着深色头发的女警作为诱饵 装扮成普通的女性 穿梭于附近的几条暗像 当天深夜 毫无察觉的凶手果然现身 并从背后将一名女警制服 好在女警受过专业训练 很快挣脱束缚 并开始大声呼救 可惜 等到埋伏在四周的几名便衣男警 闻讯赶到时 凶手已借着暗夜遮掩 逃离了现场 尽管预袭女警 没能看清楚凶手的容貌 但此次行动仍旧大有收获 女警凭借敏锐的观察力 基本认定凶手是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 对方个头不高 体型偏瘦 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外套 手上还戴着一枚婚戒 似乎是一名已婚男子 并且在挣扎过程中 女警还扯下了凶手 西装外套上的一枚钮扣和一块布料 经过专家鉴定 这块布料是来自英国的进口产品 与之搭配的钮扣也相当精致 这说明 凶手穿着的西装 绝不是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 而是一件私人定制的高档活 整个巴黎市 只有28家裁缝铺 订购过这种进口布料 如今 只要排查这28家裁缝铺的订单信息 应该就能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范围 然而 就在美警长等待警员们的排查结果时 一名媒体记者意外获悉了他的诱部计划 并很快写了一篇长篇评论 严厉抨击美警长为了破案不择手段 罔顾女下属的生命安全 这篇评论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美警长随即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法国内政部长在看到报道后大为光火 当即决定将美警长一撸到底 准备第二天指派其他人接替其工作 也就是说 美警长想要保住职位 必须要在明早之前揪出真凶 好在这时排查裁缝铺的警员 给他带来了重大线索 预袭女警扯下的布料 一共只定做过10套西装 定做西装的10名顾客中 只有一个名叫孟金的青年男子 符合凶手的特征 美警长赶忙亲自带人赶到孟金家中调查 此时已是中午时分 孟金仍在呼呼大睡 负责接待美警长一行的是 孟金的妻子和家里的女仆 据孟七介绍 孟金是一名室内设计师 习惯熬夜工作 从昨晚7点到今天凌晨5点 对方一直待在书房绘制设计图纸 家里的女仆随后也证实了孟七的证词 而女警预期的时间是在昨晚的10点钟左右 换句话说 孟金根本没有做完时间 不过美警长并没有轻易排除此人的嫌疑 因为案发期间 孟七和女仆都已熟睡 孟金完全有可能在半夜溜出家门行凶 想到这里 美警长让孟七叫醒了丈夫 她的个头不高 体型偏瘦 确实跟女警的描述十分吻合 面对警方的盘问 孟金的证词跟孟七和女仆完全一致 无奈之下 美警长只得让人搜查了一下孟家的衣柜 结果并没有找到那件用进口布料定制的西装 不愿空手而回的美警长 只好开门见山地询问孟金 定制的高档西装何在 孟金解释称 那件西装早在一周前就被烟头烫坏 所以她将其随手送给了路边的一名 蓬头购面的流浪汉 只是 她当时没能看清楚流浪汉的容貌 也不知道对方此时身在何处 尽管在谈话中 孟金始终保持着淡定从容的状态 但美警长直觉认为 此人就是连环凶杀案的真凶 因为对方表现得实在太过平静 这根本就不是一名无辜之人的正常反应 而且在通常情况下 面对突然造访的警察 一般人都会先问名来意 孟金却从头到尾都没有问过一句 像是早就知道警方登门的目的 此外 她的每一个表情和回答都像是经过精心设计 基于这些疑点 美警长最终决定先将孟金带回警局再说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警方发现这个孟金的身世经历 跟那位犯罪经历学博士 对凶手的话相非常吻合 孟金在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已去世 是母亲独立将其抚养成人 孟母的控制欲极强 要求儿子必须对其言听计从 直到孟金娶妻后 才搬离母亲住处 跟妻子组成了小家庭 在得知儿子被警方当成连环命案的嫌疑人受押后 孟母就第一时间赶到警局 对孟金嘘寒问暖 并喋喋不休地承诺 会卖掉房子 聘请最好的律师替她辩护 仿佛孟金仍然是个需要母亲保护的柔弱孩童 而面对母亲的关爱 孟金则显得十分抗拒 母子俩的关系明显很不融洽 除了跟母亲关系不睦外 孟金和妻子的关系也大有问题 孟七曾声称 丈夫是一名室内设计师 但警方调查后发现 孟金并未获得过任何相关资格证书 也没有客户找她设计过家庄 因而孟金常年没有收入 她和妻子租住的高档公寓 聘用的女仆 以及日常开销 全都是孟七在买单 平时家里大大小小的事物 也都由孟七一人说了算 孟七本人同样没有工作 都是靠着娘家资助 才维持着眼前的体面生活 因为坐视山空 夫妻俩的公寓租金 已拖欠了七个多月 巧合的是 第一起命案正式发生在七个月前 除此之外 孟母和孟七都是深色头发 跟五名受害人的发色相似 梅金长据此推测 孟金是一个长期生活在 女性语义下的性格懦弱的男人 她在婚前被母亲控制 在婚后又受到妻子控制 作为一名年近三十的重年男性 却又没有独立支撑家庭的能力 长此以往 自尊心不免严重受挫 性格也因此扭曲 甚至常常将自己的无能 迁怒到母亲和妻子身上 但她没有勇气 也不忍心杀害 这两个跟自己关系最亲密的女人 所以采用杀戮其他的柔弱女性 来宣泄心中的愤恨 梅金长随后将自己的这番推理 直接告诉了孟金 孟金听闻此言 审色明显变得有些慌张 但还是强作镇定地 适口否认自己和连怀命案有关 遇袭的女警虽然也直觉认为 孟金就是袭击自己的凶手 却也不能百分百确定 毕竟她当时并没有看清对方的容貌 就在案件的调查陷入僵局 梅警长即将被一录到底之际 第二天一大早 办案警员就带回了一件新的物证 正是孟金定制的那套高档西装外套 据说是在一处流浪汉聚集的河边搜寻而来 外套的袖子上缺失了一块布料和一枚钮扣 可见这就是凶手袭击女警当晚所穿的衣服 此外西装的衣领上确实留有烟头灼烧的痕迹 如此看来 孟金似乎并没有撒谎 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了 那就是 那名收了孟金西装的流浪汉 刚好就是连环命案的凶手 此人在袭击女警未遂后 担心惹火上身 这才将西装随手扔到了河边 不过 这种可能性听上去有点扯淡 相比于那名流浪汉 梅经长还是觉得 孟金的嫌疑更大 于是 他将西装交给警局鉴定课的专家 让对方帮忙确认一下 上面的灼痕到底是何时留下 此时 内政部长派来接替梅经长职务的人 已经到岗 不过 这哥们儿似乎不太愿意接手 如此棘手的案件 因而交接工作办理得拖拖拉拉 这刚好给梅经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他再次带人来到梅经家中搜查 最终找到了一把疑似凶器的小刻刀 回到警局后 专家对衣服的鉴定结果也出来了 衣服上的灼痕非常新鲜 明显是最近24小时内留下 也就是说 梅经果然是在撒谎 案发当晚 他穿着西装袭击了女警 但计划失败后 为了销毁证据 他故意用烟头在被扯坏的衣服上留下灼痕 然后将衣服随手扔到了流浪汉聚集的河边 最后又对警方编造了一套瞎话 企图将罪行嫁祸给某个流浪汉 另外 专家鉴定后确认 在梅经家里搜出的小刻刀 就是杀人凶器 有了衣服和凶器这两样铁证 梅经长坚信 即便梅经死不承认杀人罪行 警方也能给其定罪 内政部长见梅经长 居然在一天时间内侦破了此案 也就撤销了对他的处分 谁知就在当天夜里 又有一名深色头发的女子 死在了案发街区的暗巷里 死者同样是被一把刀刃细窄的小刀刺死 同样被人划开了衣服 同样没有遭受过侵犯 唯一的不同点是 此前的五名受害人都是两刀逼命 此次的死者却是身中六刀身亡 梅经长在仔细检查尸体后发现 凶手在这一次杀人时 手法相当粗糙 更像是一名初次作案的模仿犯 而且用刀的力道明显不足 似乎是一名女性 梅经长据此推测 是梅经的母亲或是妻子 为了替梅经洗脱杀人罪行 所以才模仿作案 杀害了第六名死者 想到这里 梅经长再次对梅经进行了盘问 此时的梅经仍旧坚称自己不是凶手 梅经长只得将梅母或是梅妻 模仿杀人一事如实相告 并且不无业余提醒梅经 即便她真的被无罪释放 出去也只不过是 回到两个女人的羽翼之下 继续过着被操控的压抑生活 梅经听了这话 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溃 她承认了自己的杀人罪行和动机 跟梅经长此前推理的一样 梅经从小到大 都生活在母亲以爱之名的控制之下 好不容易熬到结婚 摆脱了母亲的所谓关爱 却又陷入了妻子的温柔之中 梅经受过了这两个女人的操控 渐渐萌生了杀人泄愤的可怕念头 在付诸行动后 她甚至渐渐迷恋上了 这种剥夺他人生命的感觉 直到落入梅经长的陷阱 才暴露了身份 梅经认罪之后 梅经长将她的母亲和妻子 同时叫到警局 让这个畸形的一家三口当面对质 哪知 在听闻梅经认罪后 梅母和梅七居然双双抢着 要认下最后一起命案的罪行 因为他们想要证明 自己比对方更爱梅经 甘愿为她做任何事 故事的最后 梅经长确认了 梅七就是最后一起命案的凶手 因为只有她能说出受害人所穿的裙子的颜色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小伙伴留言推荐的悬疑推理篇 《梅格雷的陷阱》 片中的梅格雷警长 是法国侦探小说名家 乔治·西莫农笔下的著名侦探角色 哈诺先生 罗温·艾金森 扮演梅格雷警长的影片 总共有四部 除本片外 其他三部分别是 梅格雷的王者 梅格雷的十字路口之夜 以及梅格雷在蒙马特 故事虽然都比较简单 但也都拍得跌宕起伏 且极具古典风格 看多了《伤脑悬疑》片的小伙伴 偶尔看看此类作品 也别有一番韵味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推理和《探影时序》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鼓励 我们下期见咯